這是新增一個專案,專案裡面其實就是放使用者介面裡面的按鈕 按鈕上面其實就是放一張圖而已 然後把它看你這個高度、寬度稍微調一下 如果只有一個的話 另外你會發現上面有一個是什麼 按鈕依文本,其實就是這個文字 也就是它預設按鈕上面都有文字 可是如果你覺得這個醜醜怎麼辦,按滴滴滴掉 不要讓它什麼,上面有文字 不然的話看起來怪怪的,OK 那至於那個寬度、高度 你可以再把它調得比較漂亮 我現在應該只有一個 我們先不要讓它太複雜 我們先第一個,按鈕放過來對不對 然後底下放一張圖,寬度、高度自動 然後再來的話呢 第二步的話就是再切到那個多媒體 因為要播放什麼 播放那個音效 所以你把音效拖拉進來 這邊就有個音效1對不對 當然這個音效1,如果你覺得說呢 你要改一個名稱也可以 怎麼改,底下不是有重新命名 你也可以改啦 如果你不想改,反正沒關係 因為現在只有一隻動物 一個動物,所以不會複雜 所以不用改沒關係,你一定知道 那這裡的話就是間隔 間隔的話就是千萬分之一秒 也就是說它這個聲音要播放多久 那這邊的話是五千 預計算是五百 那如果你要加長,你數字可以放大沒關係 好,那第一個我們就完成畫面上面的 那可是第二個的話,我是希望 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它能夠播放這個音效 那怎麼做啊 接下來的話呢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就是請你把這個畫面由原來是畫面編排 現在是畫面編排 改成旁邊的叫什麼 城市設計 所以其實它有點像是 這個是外面看到的 那這個是裡面的城市 那城市部分呢 以前如果要寫APP 都要自己寫城市 但是現在慢慢 我是覺得更人性化 就是說你不用寫任何一行字 但是你還是需要知道那個城市的基本觀念 其實它觀念都一樣 差別只是說呢 它是用那個有點像這個拼圖一樣的概念 那怎麼做啦 首先的話你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底下有按鈕1 這個按鈕1實際上對應的就是上面這個按鈕1 音效1對應到的就是這邊的音效1 所以呢其實這兩個的關係怎麼樣 1就是當按鈕1怎麼樣 所以喔其實蠻直覺的 按鈕1被怎麼樣 被按 其實應該被按下去啦 但是它這邊是被點選 有沒有其實 它這邊應該有英文名稱吧 Release 反正就是這個 記得喔 當這個按鈕1呢 被點選 其實就被按下去的時候 所以把它拖拉到外面 然後放哪裡 有沒有發現 它的形狀有沒有很像 放下去就可以了 好了 恭喜 完成 完工了 好 再來的話呢 剩下來的 剩下來的話呢就是測試了 有沒有 我怎麼知道會不OK 好 程式寫完喔 所以1就是選這個 被按下去嘛 放過來 2的話就是當它播放的時候 當然如果你要用別的音效也可以啦 比如說不只是播放還要震動 可以 你可以把這個震動放到這下面 它除了會播放之外還會震動 手機還會 有那個震動的效果 那你說 它這邊有一個缺口有沒有 就是說你要讓它震動幾秒鐘 OK 那你可以怎麼樣 幾毫秒啦 毫秒的話 一秒鐘就是1000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數字 就可以把它刪除 主要是這個 這樣就OK了 接下來 就可以把它切回原來的畫面編排 再來做 把這個程式 打包成APK 也可以顯示QR Code 當然有幾種方法 你可以 掃QR Code安裝在你手機上 不過我是比較建議 可以用前面的連線方式 它有幾種方式 就是你可以用模擬器 不過模擬器要另外安裝 而且很容易失敗 像這邊好像安裝一直沒辦法成功 這邊好像找不到模擬器 我們要額外安裝 這個可能比較麻煩 我比較建議用這一個 第一種方式 USB變成你要一條線 我們用這個方式來連線 不過跟各位講 這個連線的話 你必須手機要先安裝一個APP 這個APP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就在這裡 叫做AI的伴侶 你就把這個安裝起來 不過目前也僅限於 那個什麼 就是Google的版本 OK 所以你把這個安裝 在你的手機裡面 那我已經安裝了 你可以按一下安裝 然後它會長這樣子 它主要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 輸入那個 就是六個數字的編碼 一個一個 它會產生一個碼 另外的話 就scan它也可以 那如果你把它scan之後 它會自動幫你 幫你把程式安裝在你手機上 完全就不用提示 我是覺得這個方法 比較簡單 OK 甚至我底下好像有做一些說明 怎麼去安裝 安裝的方法 當然這個地方 有一些說明 你們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好 那假如說我已經 做好這個動作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邊有個QR Code 當然你 如果你 也有安裝這個程式的話 一樣你也可以把你的手機 然後打開 然後打開這個 AI的伴侶 然後你就怎麼樣 我用scan的好了 我打開那個 這個QR Code 然後 或者是說 我也可以輸入那個 輸入它提供給我的這個連線代碼 兩個方法 然後把它輸入上去之後 它一樣就會幫我把 剛剛我做完的 它現在我現在掃 掃的話已經掃到了 然後並且掃完之後 它會自動幫我把 我現在的這個APP 裝在我現在這支手機上面 並且關閉了 所以已經安裝在手機上 那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我想知道有沒有成功 其實就可以 它說通訊故障 所以偶爾會發生這種 不過有時候重新再跑一下 就OK了 有了 有沒有 這個就成功了 然後OK 再裝一下 它這個時候的話 就會跑一下這個程式 並且幫我打包 打包完之後的話 就會傳到我手機上 桌面上就會有剛剛這個程式 也就是說 將來我在手機上 直接就可以看到剛剛的程式 並且按下這個按鈕 這個狗就會汪汪叫 另外的話 順便講一下 剛剛同學提到有關就是 那個素材 我剛剛有找一下 好像其實這邊也都有 而且播放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而且播放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那如果你要找 其實我在那個雲端上我有放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試一下 這個程式是OK的 畫面還給大家 畫面還給大家 我想總ieur 謝謝 謝謝 engineering amura